我离情老闆 Hello 大家好 今天又吃一吃好吃 吃好吃 今天我请老闆 不是老闆请我吃好吃 我离情老闆也可以 没有结 哪里有结起老闆 吃哪里是在盒内最好吃的 最好吃的是盒内 是吃什么的呢 看一下 烤鸡 牛蛙 鸭 排骨 对吧 看这环境装修的还不错 我们去看一下 哇 有点复古风 来你看一下 现在还有早 还有早 7点很多人 7点太多了 我们要直播了 对 哇 这里还中国字 你看一下 合合合成第一啊 兄弟们知道这家吗 可以来这里啊 这是招牌的 这边还有很多东龙 庄东 美式三龙 哇 兄弟们来过这家吗 这家还有很多中文 带你们进去看一下 哇 合成第一 什么宵夜美食 这个有点中国风格 是中国人开的吗 我还不知道呢 来到河内很多有名的小吃 都可以来打卡一下 这边的创造动力 应该 合成第一啊 这边就叫做兄弟们 要来这里的 河内的话又一定要来这里 看起来环境不错 也很好吃 明明来了很多吃的 他说今天带我们来吃 看一下这边 我们坐外面吗 外面有点冷哎 对吧 但是外面没那么吵 里面有点吵 对吧 行哇 上来了这是什么 脆骨鸡爪 嗯 鸡爪去骨的 嗯还有沙拉 你们吃过这样子的吗 这是脆骨 还有他放了一点水果 这种吃法我还是第一次见 嗯 这才不错味道 哇金金叫什么 今天影片这么漂亮 谢谢你带我来吃啊 请粉丝先吃是吧 嗯 哇好漂亮啊 这是牛肉又上了 上一个脆骨鸡爪 跟图片一样啊 跟图片一样啊 对 漂亮啊 这家很推荐啊 我感觉我刚刚尝了一下味道也不错 这边是 番茄酱 盐巴 这个是加柠檬的 还有这个芝士酱 越南都是标配的啊 这些酱料是标配的 不管吃什么 所以说越南还是有很多名小吃的 我们还点了一个烤鸡 还有一个排骨 所有特色招牌菜我们都点了 等一下给大家分享一下 那因为你吃一个干好不好吃 牛肉尝一下怎么样 可以啊 我也尝一下 我也尝一下看看这个牛肉怎么样 好吃吗 烤烤差不多 在烤吃烤肉 但是这个嫩一点烤烤硬这个比较嫩 还不错 再尝一下 再尝一下脆骨鸡爪 再尝一下脆骨鸡爪啊 脆骨鸡爪有点甜 酸酸甜甜很脆 跟别的不一样 这个味道很爽口啊 真的不错 难怪这么有名 好了 我们的排骨来了 哇 这个排骨是剃了骨头的 明明 吃一下尝一下剃骨排骨 尝一下看怎么样 什么味道 不知道 好吃吗 不知道 好吃啊 我尝一下 我也尝一下这个排骨 先尝一块 它放的什么资料这么香 这里面有绿色的 哦 我不知道是什么 我们再蘸一点柠檬酱 来看一下这里 这柠檬酱啊 越南标配柠檬盐水 蘸一点点就好了 这样比较爽口 有点酸酸的 吃的多一点 还不错还不错 兄弟们真的 这家强烈推荐啊 我很少推荐你们吃的饭店 但这家强烈推荐 真的很爽 进来了 请我吃鸡啊 哇 这个看起来不错 你先尝一块 看起来好吃啊 你先吃一看 热的快点 没有我们还我请了朋友的 你提示我啊 两个人我肯定不点这么多 先热的先吃一块 他们马上就到了 感觉怎么样 香吗 好吃啊 你说这几个哪个好吃 哪一个最好吃 嗯 真的啊 我还没吃我看一下啊 我也来尝一块 第一次是这样的鸡 这鸡好脆 又嫩 不知道怎么做出来 但是都有一点点偏甜 我个人感觉 这个排骨比较好吃 我喜欢吃这个排骨 先是排骨 然后是这个鸡 然后是这个鸡爪 然后是牛肉 你呢 你感觉跟我们一样是吧 这个排骨是最好吃的 所以说这家来这个鸭点排骨啊 好 好现在等我朋友过来 我们先尝一下 他马上到了 因为我们每一个都想尝一下 又吃不完 顺便请我那个朋友一起来吃 刚刚说什么云烟你说 这是 鸡 炒鸡 比这个好吃啊 烤鸡 那你为什么不点烤鸡 他说烤鸡是星期五 星期五才有 星期五才有 那我们星期五再来点 转转转的啊 乖鸡 乖鸡 不懂 你怎么都不懂 好了 这是我在河内 推荐的第一家店 欢迎大家来 打卡 品尝 这家确实不错 味道各方面 给你们看一下啊 最后 是这个河城第一的这家店 非常不错 大家可以来评的 环节也不错 约一个小姑娘过来也蛮浪漫的 像谈恋爱一样 好了 你看 云云光顾着吃 跟装装一样的 明天后天带装装来吃 不要我们自己吃 等下他又惨死了 看到我们的视频 对吧 好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点赞和关注 来 给大家拜拜 拜拜 大家记得分享哦 强烈推荐 拜拜 拜拜 今天晚上抖音 越南小姐姐 想看庄庄直播的也可以 过来抖音哦 拜拜 抖音越南小姐姐